春节假期告一段落,紧接而来的是元宵节,而许多民众期待拥有的高雄灯会乐活马小提灯成了灯会的焦点。 观光局长许传生表示,今年的乐活马小提灯是以桃红与粉蓝色两色为主,首场发送时间为后天下午5点,将在中山三都服务台,河东五福服务台, 岗山河堤公园以及骑山火车站发送,数量有限,欢迎民众把握机会索取。